我就不去书字了 一步的话 大家直接这样的话就这样 好 那么 这是第一个情况 我就把我这三个都用上了 一个object 另外两条线 实际上我们的时序图 就需要学它就行了 它三个都一想 学会怎么用 学会怎么画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 这里头有一点 就是我现在这儿的画法 我画的是什么呢 我画的是分析图 时序图我们往往用在两个地方 第一用来分析 分析业务流程 分析谁呢 分析业务流程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个业务或者场景的这样一个流程 对不对 第二 分析 程序调用 我们在程序调用的时候也可以用时序图 有的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比方说你是这个设计师 你有的时候为了表现出你 OK 你设计了哪几个类 彼此之间互相调用关系 当然你可以用类图 但是我们有时候用时序图分析更直观 他们是不是 你想吧 程序和程序之间的 函数和函数之间的调用 是不是有个流程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就用时序图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做呢 比方说这里头有一个类 class1 这是class1里面的 一个对象 它是一个实例 不管它 我们就叫匿名的吧 我不关注它到时候实例是谁 实际上我们在这 书和在这选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选 就是你这里头到时候定义了哪些class 就可以选得中 能理解吧 是不是很方便 就像我们自定义了一些class对象一样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选中 你看我刚才自建的class1 还有我刚刚建设的这个breed 还记得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两种方式都可以 如果我们在这建一个class 它会自动的在我们右边 添加一个class 添加一个classItem 好class2 我不关心它的实例的名称 这个不是我关心的 好 我们说 在class里面呢 我们这有一个什么呢 create 方法 它自己有一个create方法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初始方法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始方法 create方法 在指定它的这样一个类别 或者说是它的这样一个构造方法 这个其实就是构造函数 构造和吸构 吸构的话 在这用destroy摧毁来做的 好 然后呢 我要去调用 在这里面 我要去调用class2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比方说叫play music 这样一个方法 当然你可以通过这个 这你看 添加一个操作 也可以通过它来进行添加 对吧 好 直接输也是一样的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你看 它默认的这条线 是不是就是core 对吧 就是调用 我们就知道了 它去调用了它的这个方法 那么 调用这个方法过后 得到了一个返回值 比方说是一个布尔类型的返回值 得到了 一个 music的 URI 这是它的一个返回值 return 我们把它画长一点 你看没有 这就表示我整个方法题还在执行 那么 然后我再去调 这个时候 我就什么呢 就在下一个方法里头了 我就叫让它去自调另外一个方法 就不是我们create了 是调我们的 比方说stop music 我们自己有一个方法叫stop music 然后这个就直接扣就行了 内部调用 然后在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我实际上我是去调的它的stop music 调的class2里面的这个stop music 然后如果最后它完成了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吸购 让它直接 让stop2里面给它destroy掉 destroy 这就表示它的吸购函数 好 你看 构造和吸购 刚才那个去哪 最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这个叉 作为一个结束 看到 那么它会自动的判断 我们有一个destroy 它就加上这个叉了 那么好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分析 类和类之间的函数调用 如果我们用中文 或者用自然语言来讲 就是 首先有个构造函数叫create 或者你给它改个名字 叫class1嘛 按照我们java的这个约定 对吧 叫class1 那么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去调用了class2里面的 playmusic这个方法 然后得到了它的一个返回值 就是我们的musicuri 把这个往下拖一点 这个工具 这点设计的不是特别好 按说它往下拖 有的工具 它设计的往下拖的时候 它会把下面的全给挤开 下面的也就往下了 这样看得更清楚一点 返回了一个music UI 然后呢 我们又去调用了自己的 一个stopmusic这个方法 你看它是调用了自己 那么实际上 它是去里面去调用了谁呢 去调用了我们的class2里面的一个 这个要把它分开 你看这个地方画的就不好了 实际上它是去调用了 我们class2里面的stopmusic 但从这个效果来看 它们的时间关系 是不是就不清晰了 实际上我们的destroy 应该是在它后面 对不对 所以要把它放在下头来 然后它自己再去destroy掉 能理解吧 这就是它们的一个 函数调用的这样一个关系 以后大家也可以通过 实距图来进行这样的分析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写法 写法 注意手画的时候怎么画 冒号 就前头是object名字 也就是实力名 加冒号 再加类名 下面一个下滑线 这个后面我们讲类图 也会看到 这种写法是统一的 看 我们用它来分析了 这两种情况 好 那你说 我们怎么 我给它标定一下 你看我们前面用的text 用上分析业务流程 看这时候我们文本也是很有用的 分析 我们的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过程 OK 给它们挤 几净点 再给它烤进来 顺便就用了 这张图 大家到时候 也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么至此 我们既看了 BeMetrox的实距图 我们也掌握了 我们这个实距图的一个简单化法 但大家会说 Sandy 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我没用呢 这三个内容 对不对 我说了 这三个内容 是用来分段的 你就把它简单地认为 分段 你看 Fragment的片段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怎么给它分段 看到没有 画小了 我把它就放后面去 片段 我想改挪一下 都不方便 给增大点 所以工具有的时候 不好用 还挺恶心的 这样子给它 间距挪开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 那么首先我用一个film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用一个film 你当然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比方说叫封烤过程 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时间流程会非常长 能理解吧 尽量不要让这些字 给它重叠起来 我把它再拖开一点 好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样一个图会非常长 你看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线再拉长一点 可以拉到下面非常长的一个地方 那么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根据我们的需求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给它一段段去区分一下 这个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个就很简单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交互操作 交互操作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这样 这样画 好 这样的画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交互操作 为什么会用到它 我们再放一个 这个 Combin的Fragment 或者我们给它再 让它横跨两块 我重新画一个 我把这个也删掉 我直接画一个Fragment 让它横跨这几个对象 好 那么这样子 我们说了 看 大家可以看 纵向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通过这条线 来分割它的一个区域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大的 这样一个集合 横向划分的这样一个集合 但有的时候 我们希望 在这下面再进行 横向的一个划分 细分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用到 我们这样一个交互操作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从左边的标 连到右边的标 这点很恶心 这个工具 叫对齐 大家看 它就分了一些区域了 你可以自己来调节 它这个区域大小 我们再画一个 这个地方还得对齐 你看不对齐 它就会报错 工具挺不方便的 这工具 好 这样子 就给它划分一些区域 说白了 还是划分区域的 当然最后你画出 这样一张复杂的实习图 实际上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用不上它 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用不上 只要你知道 OK 它除了纵向划分 其实我们还可以 用横向再来分割 这种片段就可以了 好 这个大家了解就行了 好 那么 关于这个图形的 使用的这些元素 顺便说一下 顺便说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工具 就还有点非常恶心 就是好像不能在 frame上面直接画 我们的这个交互操作 好像这个上头 不能够直接画 我们试一下 对 只能在我们的 combine fragment 上面去画 我说了 实际上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这点就很恶心 就有点像 我们以前画用力图的时候 它非不让我们连接 那个include和extend 但是我用个dependency就可以 但实际上 include和extend 就是我们的dependency的 依赖关系的一个特殊情况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工具设计不好 bounce就是bounce 我承认错误 不应该这样说放 其实还不错了 用delfer写的 OK 好 这个我们图形 基本上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和难点 重点就表示 我们object表示类的一个实例 这个一定要理解清楚 那么如果前面没有名字 就表示它是一个匿名对象 匿名对象 就像我们以前 是匿名实例化 我们匿名那部类的时候 对不对 也会这样 还有就是真话 我们的实序图 所谓的真话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film 就刚刚的那个film 自己绘就行了 这个实力图反正 主要我们用它的地方 就记住啊 两点 一个是用来分析 跟时间相关的 我们的一个业务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第二是分析 我们的程序调用的这个逻辑 这些话都不用死尽背 你要能理解 然后把它记出来 好 提前问题 我们在哪用实序图 需求阶段 我们分析按照 时间关系的流程的时候 会用 设计阶段 我们会设计 程序之间调用的时候 会用的 大家讲啊 实序图看上去 不仅仅是用于系统分析 可以用来说明一个组织中各种交互关系吗 当然可以了 因为虽然我们实际上 我们这里头是对象 对不对 我们之前实际上 他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角色 也可以是个角色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我们能不能 昨天我简单说了一下大图 我们能不能给他建一个角色 给他拖进来试一下 Actor 我们给他拖进来 角色也是对象 看到没有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描述多个 描述我们的多个 Actor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很有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地方 非要给咱再来一张图 你看到没有 叫实序图里 肉 角色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就是 这些元素看的都一样的 对不对 就第一个不是object了 叫肉 看到没有 叫角色 实际上用这个表示 还不如用这个表示 所以这个块大家 为什么我不给大家讲 没必要去学它 没必要去学它 这是这个工具 自己建的一张图 不用去管它 好 那么 那么 再次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既然我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提到了一个活动图 那么活动图 待会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可以提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实序图和活动图 他们的语境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把它翻译成自然语言 他们应该是能翻译出相同的一段话 这样才正确 那么 所以我们各个UML工具 都会提供一个功能 把实序图转换成我们的活动图 sorry 不是活动图 协作图 实序图转换成我们的协作图 或者把我们的协作图 转换成我们的实序图 那么它转换是怎么转换呢 反正各个工具都有工具 都会有提供这个方法 你看 这儿有一个转换试图 它只提供我们的 sequence diagram和我们的collaboration 这个 diagram两个之间的互换 比方说我把它从sequence 转到collaboration OK 转的有点慢 而且转了之后有点丑 你要把它拉开一点 这些字才不会重合 工具 就没转好 你也说不行了 不许骂棒子 这是我们两个 第二个是我们程序调用的 那个 那个协作图 你看它这都 都没做好 像这些不应该重叠在一起的 它都重叠在一起了 都看不清了 真难看 先不管它吧 那么 但是我们大概的知道 知道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是怎么转过来的 你看 我们的消息都放在这条线的上面了 就是我们那个send message 和return message 都放在这条线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手画的时候该怎么做 同样的 如果是它自我调用 首先也要画一条实线 然后再把这条线放在上头 看到没有 它不是简单的 直接画个实线加个箭头 这个也不是直接去画一条线加个箭头 明白吧 那么 这条线叫什么呢 因为这条线有一点不一样 这条线叫link线 而不是我们的association 原来我们画这些线 都是我们的association 还记得吧 我讲过跟我们association是一样的 这个叫link link我前头是不是简单提过一下 link是实力和实力的关系 那个association